- 新的一年來到,就要有這個新氣象 許多人都會有新年新希望 那想要詢問一下四位里長 因為過去啊,裡內會面臨一些可能想要改善啊 或者是覺得有哪裡不足的地方 那新的一年呢 其实有时候就是会希望 里面有一些的改变 或是有一些的新气象 那其实把之前需要改善的地方呢 不论是说今年来改善 还是说未来来改善 其实都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我们想要请里长来分享一下 这个新年的新希望 首先让我们先请这个 谢席元谢里长分享一下 因为三民区好像也是面临到了一些 垃圾啊 或是遛狗这个相关问题 有没有想说要做哪一个部分的改善 那新年的新希望又是什么呢 新年新希望当然是希望说 就是市府相关部门 很好的资源全部来到我们风雨里 但是也不用要求那么大啦 因为我们就先从小地方开始做起 就是类似我比较重视的 就是环境跟垃圾问题 像绿狼道就是 一条那么漂亮的一个舒服的一个狼道 可是它却是垃圾跟狗大便很多 像我们去年底办了一个旧风派的夜间版的活动 那我们光白天捡狗大便就捡了一大袋 然后那些阿公阿嬷还捡到垃圾都破掉了 你知道那个垃圾量多大 这样子 那我当然是这个是 真的是每天我就是在垃圾车来的七点前 我都会去捡 我都还是会顺手去捡 去捡捡捡 然后里民也会说 啊 里长辛苦了啦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只是说 要大家一起来做 因为这边毕竟是大家在享用 虽然他们没有说领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一起来维护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隔壁里或者是其他里 不要说只说谢谢 或者是说啊怎么那么脏 啊怎么都没有人亲 因为那一条也不是属于我的地方 但是我们就因为是里长 我们就尽一分心力而已 尤其是公民也好 就是说我们就去围持 然后你没办法围持 你就尽量不要乱丢垃圾 然后遛狗的时候 如果狗狗大小便 我们就是小便我们就用水喷一下 大便就要记得捡 不是说一直要设垃圾桶 就一定会变干净 你设垃圾桶反而垃圾更多 都有可能 一开始清空处也说 放那个垃圾袋绑在树上啊 结果哇塞垃圾量还更多 哇 是说垃圾袋有被拿走 没有就是里面放的垃圾更多 哦 所以其实这个已经是长久以来的问题了吗 对 自从就是绿郎刀开通之后就这样子 加上停车 停车格也化了 然后从车上丢出来的垃圾还更多 槟榔 这是一定很多的 槟榔杯 饮料杯 都超多的 或者是一大包一小包的时候 都往绿郎倒丢 然后看了会蛮伤心的 希望 就算是 公家单位是他们一个月少不到起事 但是也是要来看一下 炒干了也是要浇水 都都需要去做也要去维护一下 那我 当然我们是 里长就会是比较爱干净 当然就希望 哦来这边运动的好 或者是骑单车的好看到 哦 才会想很舒服 很漂亮 然后骑车 不要有味太多的味道 那就是最好最棒给里面最好的环境 也是这个新年的新兴 希望可以让这个环境再升级 对啊大家一起来 好 谢谢里长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请陈里长分享一下里内 有没有什么样子去年觉得想要改善的今年想要来进行的呢 嗯 其实我们里内以前有一个很知名的地标 叫做奥斯卡隐城 小时候有去过 大家应该都有去过 就是他其实两年前他就已经歇业了 那歇业以后呢是被人家买走了 那最近呢有听说他要进行一些工程 可能是拆除可能是整修那 不管是怎样的工程 其实他都有一个黑暗期跟一个阵痛期 那我这边是可预期的是说 之后他进行这个工程的时候 那我们整个社区 新绝江的商圈 可能会有一个 面临一个交通黑暗期 或者是工程的这种阵痛期 就是可能会比较乱一点 那我是希望高雄市政府跟金发局 可以藉由这次的机会 来一起帮我们的这个社区 做一个比较老旧的部分 做一个更新啊 除旧步兴 然后顺便 因为反正都要症痛了嘛 就一起痛 痛完以后给一个 给民众一个焕然一新的一个新的感觉 这样子 就是希望说在施工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有一些相关的措施 那会担心说因为这个 他移压然后施工 然后导致就是商店的一些影响吗 一定会担心啊 但是我觉得一定是要有 转变的时候一定会有一阵 是比较没人的就是一定要 但是过了我们的东西都是新的 那这样不是更好 所以这个新希望其实也是希望环境 可以这个大升级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 刘立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里内有什么样子这个新年的新希望呢 好像说有争取这个充电站是不是 对这个是好消息 也是真的希望 对 就是全球现在已经都走向这个清零的这部分 所以 包含这个做 市政府也一直在推动这个减能减碳的这部分 所以 现在其实我们的电动机车是逐年的增加 是逐年的增加 而且 周遭旧字住 旧左云的这个眷村的旧 旧左云眷村部分 那边就只有一个 机车的这个换电站 那在这个议员跟委员的好不容易 我们一直在争取 争取了一年之下 因为这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它需要有这个土地的拨用 然后又要有这个台电的进驻 所以这个需要用到很多大量的电 对那周遭的人口急剧的增加 那包含市住里 市住里之后就大概就会有一万多人 那年轻人也很多 包含果帽果蜂 然后整个旧的这个眷村 他们都没有这个换电站 所以预计在这个四年 好不容易我们这个 跟议员 还有委员的争取之下 在这个明年的 今年的四月 可以渴望可以完工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自助里 有一个南门圆环 那大家应该最近都很知道 有一个叫做台17线 大家都一直很热热 讨论的很热络 就是台17线 它的尾端 其实就是到这个南门圆 那南门圆环呢 它目前周遭总共有六个支线 有六个支线到 所以变成说每次上下车 上下课或上下班的时候 这个交通都是大打劫 这部分我是希望说市政府可以在 是不是可以尽快把这个 因为他们有规划成做这个南门圆环 保留原有的南门圆环的这个 古迹然后变成这个大十字路口 创接这个台17线 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可以把这边 可以做成这个十字路口 可以完工 才能枢纽整个的这个台17线 包含左营跟男子的人口 一直在增加的部分 对啊你人口增加一直在进步 但是我希望交通这部分 市政府应该也要重视 也要一起来做这个提升 所以说还没有预计什么时候会完成 只是你们的这个新希望 对他已经就是 南门圆环这部分的十字路口 市政府他们已经有做这个规划 而且初步我们也有参与过 第一次的这个视听会了 对但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加快脚步 把这个整个工程定案之后发包出去 才可以尽快做实作 因为毕竟他做下去 还要需要一年的时间 还是需要一些工程的时间 是是是 谢谢里长的分享 那想要询问一下 郑里长这边里内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新年新希望呢 我希望我们 临森路跟求庭路交叉路口 那个红绿灯可以赶快完成 因为已经争取了七八年了 那长者过去倒垃圾的时候 都还蛮不方便 因为我们的垃圾车时间 是属于在尖锋时刻 是在下午四点的时候 那时候临森路上的车子都很多 那也不太会让我们的长者过去倒垃圾 就是要等很久很久很久 那有时候大家等不及也就会 就会穿梭车震过去 这样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 会觉得说就是需要一个红绿灯在那边 那就是会争取这么长的时间 主要可能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 交通局那边给的回应是说车流量不够 对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发生事故没有这么的频繁 对 但是里长这边的新生可能是会希望说 还是要让长者比较方便吗 对 就主要还是因为这一个红绿灯关乎到 郊园里跟东坡里的民众的使用的权利 所以 大家年纪也都大了 那 到这个垃圾是每天都要到的 那就是如果一直没有的情况下 总有一天会发生危险 所以会就是其实为了安全着想 那有没有就是做一些替代方案啊 就是想说如果就是换 其他的地点还是说有没有就是替代方案 可以让这些长者比较安全的进行倒垃圾呢 垃圾车的点是不会换的 我们有询问过垃圾车的点是不会换的 那如果 红绿灯没有办法的话 退而求其次 闪红闪黄也是可以接受 对 就是还是有在那个带讨论的空间 对还是有在带讨论的空间 好的 谢谢以上四位里长今天来到节目上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新的一年呢 其实也是希望就是 里内会有这个新气象 那里长们其实也分享了很多的经典啊 然后里内的一些特色啊 然后还有就是 新年新希望是要改改善的地方 希望就是可以为整个高雄整个里越来越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高雄现场 我是张淑婷 我们下次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